藝人羅志祥身穿黑色T恤 戴著黑帽和口罩 8號現身諸葛亮臨堂請上香 羅志祥難也不捨 我爸媽以前是秀場的 所以小時候就會帶著我去 很多歌廳秀 我去看朱大哥的表演 所以對朱大哥是相當的熟悉 從小時候開始就很熟悉 你戴著手錶是 我兒子給我的 200塊 謝謝楊老闆 過去小豬羅志祥 常在節目上模仿 朱哥亮 後來朱哥亮付出主持 羅志祥上節目 雙豬同台效果十足 小豬甚至還在朱哥亮面前邀功 如果今天朱大哥出國深造了 沒有人再繼續模仿朱大哥 朱大哥再復蘇的話 收視率低級不會破10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我在幫他鋪路的 說這樣我很感動 真的嗎 我今天有錢人看就是你給我的 如今這位演藝圈長輩 在此事兩人搞笑互動的精彩畫面 只能成為追憶 羅志祥說未來他還是會繼續模仿 朱哥亮 懷念他心中永遠的朱大哥 不然會模仿朱大哥 會 自己解釋紅包的喔